登加楼海南会馆主办的 《2019妈祖海陆寻信》拉开了序幕 今年的妈祖海上寻信活动 汇集了四艘渡轮 浩浩荡荡的寻海出发 缓庆一年一度的妈祖娘娘千秋宝蛋 超过500人参与其胜 登加楼海南会馆的会长行服穿旧透露 这个庆典其实已经被列入了登州旅游阅历 除了宣扬妈祖文化 主办方这次还希望通过增添周边的活动 更进一步地推动该州的旅游业 一起去看看 18世纪许多华人先贤 南下到南洋落地生根 而航海之神妈祖 也成了庇佑航海平安的心灵寄托 登加楼的百年古庙天后宫 除了是善信抹拜神明的场所 也是海南乡亲聚会的地方 刮拉登加楼长达五天的 妈祖海陆寻信拉开序幕 每年农历3月23的天后圣母千秋宝蛋 也是当地华社一大重要活动 善信女嘉宾们今早聚集在天后宫 恭迎妈祖以及众神向今生 巡海即登岸后到唐人坡游行 善信入庙祭拜妈祖之前 必须跨过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些火炉煤炭 跨越了也就代表身体干净了 静身了 妈祖巡海团队在巡海仪式结束之后 会停靠在另一个海岸口 并开始众神的陆地游行 李师们将神像放在轿子上 从码头出发 浩浩荡荡顺着指定路线巡行 一路上都会让信众瞻仰抹拜 除了主要在送神像今生 嘉宾及善信的渡轮 参与海上行讯活动的海船也敲锣打鼓 护送妈祖今生巡海场面壮观 主办单位除了欢庆妈祖娘娘千秋宝丹 也希望通过周边活动推动该州的旅游业发展 这次增添了夜市环节 古董车和摩托车展览 少不了的当然还包括舞龙舞师表演 妈祖海陆巡行一系列的活动将从今天起进行到23号 海山巡行队伍在港屋局码头登岸之后 将准备今晚在陆地上的大游行 妈祖是一个海神 根据传说 妈祖一生在大海中急救浮危 在惊涛骇浪中拯救了许多渔舟以及商船 妈祖立志不嫁人 专注于行善救人 NTV7灯家楼 采访报道